这里不是日本,而是中国的贵州笔节 每年春天这片樱桃花海都会吸引不少游客 农民之后也将收获的樱桃出售 买得不错的价钱 几十年前,这里几乎是光秃秃一片 贵州地处客斯特地貌,石膜化严重 村民在贫積土地上耕田 但是生产力低,环境也快速恶化 1999年,国家启动退耕还林政策 开始的时候,有农民质疑农田已经少了 还改来种树,难道大家吃树皮? 政府一方面提供补贴和粮食 另一方面,专家设计方案 根据不同的地形 将以前耕种的粟米和桥墨 改种经济价值更高的樱桃、琵琶 和洋会 几年之后,环境和农民生活 都得到了改善 好似不折的古胜村 植批覆盖率由一成多增加到九成 人均收入也由千多元人民币 大增到一万元 退坑环林政策 顾及了发展和保育的需要 实施二十年,总面积超过五亿亩 细庭,无尽大地真情 OurChinaStory.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 所领庭,最新的土地 达过二十年,最新的土地 童土地 优优元 小金